今天是2021年的12月4号 是个周六 这是在这个周四 就是两天前收到的 黄华里的家具模型 一共是三件 这是其中的一件 这种产品的话 应该是我分析 在看它的包浆 应该是在八十年代时期 这个做外贸出口 创惠用的 这个黄华里的话 它的特征很明显 然后用料也还不错 也用的料的话是好料 就是模仿这个 我们古代的这种家具 工的话也还可以 只是说小的地方处理的话 不是特别精致 但是总体来讲 有一眼 可以看一看 我觉得对于居住面积不大 想收藏 然后一些样本 它作为一个模型的话 还是挺不错的 它的木料也能体现出黄华里的特征 我觉得如果有人要了解黄华里的话呢 手上有这个东西 平常看一看 也是不错的 因为它把黄华里的触感 这个纹理特点 这个香气 这些特征都能够展现出来 那么这次呢 一共收了三件 我拿两件给大家出来分享一下 第二件的话呢 是个三连棍 它这个三连棍的话呢 做的挺好的 它基本上是按照家具的按比例来所小的 每一个部分呢 都全 就是说 没有省略的地方 都是按照 做一个真正的大家具来做的 它上面的这个纹理啊 也很漂亮 而且它这个黄华里的话呢 是蛮彻的 我们看它的后背板 包括底板 侧板 这边的侧板 都是黄华里的 所以说 它的质量的话 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是尺寸最大的架子床 完全按照一个真正的架子床的 这个样子来做的 罗汉床的花纹 三连棍的花纹 材料的油性是比较大的 crime 我们下期试试的 还有什么 李战 到底是有个 什么 我们下期试的 不是